一个危机可能如此的损毁了这个人与身体的认同 以至于他暂时离开的身体 尤其是当危机发生在人生的最早期或最晚期的情话线 于是这个人可能有几种反应 如果身体意识受到震惊的话 那他可能离开的如此完全 以至身体进入了什么昏迷状态 如果震惊是心理上的而身体意识或多或少的正常运作 他可能回归成一个早先的转世人格 所以这次在讲很多的所谓的退化性的疾病 退化性的疾病 那可能发生在婴儿跟小孩子 婴儿就乘怕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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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精神医学上跟所谓的早发性的有些小孩子 就是从小时候就会罹患的精神疾病 很小就开始罹患精神疾病 可能有他的关联 有他的关联 再来就是老年人 有些老年人 这种跟身体意识的疏离 我刚讲植物人 身体意识正常意识不见了 人格跑掉了 或中风 阶梯式的退化 或老人痴呆 渐进式的退化 或八经生式症 开始 所以老人痴呆是开始意识不受到指挥 记忆力下降 这是艾茨海默 Alzheimer的特质 那八经生呢 是先从肉体不受掌控 细微站斗 有没有 身体变僵硬 各位 现在只身体变僵硬了 所以这代表了 人类很多的所谓的衰老 跟退化性的疾病 退化性的疾病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